打 买定黎首 买定黎首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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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小 挑 怎么쳐输了 买定黎首 买定黎首 我跟你拼了 对啥啦 全押上 买定黎首 打开开了 打开大 打开大 打开了 买定黎首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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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响亮 我认为咱们走 statements 一直委员 这赌张所以清楚了 您看看担当的 我欠了你们一万多块 怎么可能 您检查一下 这一笔借据都是您亲笔签名的 我们可没有怪水啊 吴夫人 您看什么时候我们方便上门起钱 要不这样吧 我们再宽限几天 七天之后 我会派兄弟们到您府上去 按照约定 公司七成 你三成 来 收拾吧 好嘞 谢谢你了 还有什么需要 你说吧 我随时候命 好好 来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你上哪儿去了 我 我去了庙里 替瑜伽孝宅解恶 难得你有这份心 我先去睡了 你 糟糕 欠了那么大杯赌债 他们七天后就要来拿钱 我该怎么办呢 哎呀 王彩玲啊王彩玲 你真是鬼眠的心窍 一夜之间 把自己老本圈竖光 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你为什么不跟徐彬一起走啊 跟他一起走 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吗 店面就在南京路上最繁华的路段 已经完全上修好了 就等着总裁您来主持开幕一试了 只是开幕酒会的地点还没有定下来 我手里有几个场所 现在就等着总裁您来做最后才定了 小张 嗯 这个客人三点钟来取 别忘了啊 好 我先走了 嗯 雪儿啊 你在这儿乖乖的 等妈妈病好了就会来接你啊 嗯 拿着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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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你东西掉了 哦 谢谢啊 没死啊 哎 这位大婶请留步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 没问题啊 我是这儿的老街坊了 只要是住这儿一带的 没有我不认识的 那太好了 你知道瑜伽 就是这儿的瑜伽 我知道啊 你要打听瑜伽的哪个人呢 是个年轻的女孩子 我只知道她小名叫雪儿 瑜伽有好几房呢 你要找的是哪一房啊 三房 是艾雪小姐呀 前些日子她嫁人喽 嫁人喽 嫁给什么人喽 那方来头可大了 少氏地裁你听说过吧 艾雪小姐 就是嫁给少家的独生子 钞票可多的啦 下班辈子不用愁了 谢谢啊 不客气 白菜没有了 白菜没有了 我到弄堂口买点新鲜的 行 快去快回啊 知道了 少家 那方来头可大了 少氏地裁你听说过吧 艾雪小姐 就是嫁给少家的独生子 钞票可多的啦 下班辈子不用愁啦 老板给我切点卤味 我带走 哎 来了 郡超 陈怡 怎么是你啊 是我 没想到会在这碰到你 我说嘛 怎么也叫十家面馆 原来是你开的呀 你要卤味是吧 我切给你 郡超啊 我在报上看到 你不是进去了吗 怎么又出来了 我被提前假释出狱了 哦 一定是你爹 在天之灵保佑你 陈怡知道你是无辜的 陈怡 别说我的事情了 你们怎么样 同屋起火后 就再也没有你们的消息了 你们到哪儿去了 那段时间记者盯得紧 我也是不得已再躲起来 走的时候太匆忙 也没给你打声招呼 不好意思啊 哪儿的话 只要看到你们平平安安就好 郡超啊 你堂堂一个大学毕业生 怎么不去好好找份工作 开起面馆来了 我现在开面馆 这是权益之计 等时局稳定下来之后 再做打算 反正我的前途 肯定不会仅限于此 这样也好 对了 你不是有个女朋友吗 怎么样 还在一起吗 不巧 刚刚走出去 要不你坐下等她一会儿 不用了 我铸的箭会随时再来的 背好 陈仪 你要的芦味 多少钱啊 咱们久别重逢 不收你钱 这怎么行 你做的都是小本生意 来 拿着 真不收 快拿着吧 陈仪 老板 陈仪 老板 起账 来了 怎么办了 七天期限已经到了 我什么都没有 拿什么缓 去找崇伟 她现在又回到大发 当精灵了 或许能帮我解决难题 不行 我没脸去见她 她现在不知道 有多恨我这个母亲 给她这种 见不得人的渗事 要不 回瑜伽去救救 虽然瑜伽没落了 但烂船还有三金铁 也许 能挤得出来 王彩玲 你别做梦了 老太太怎么可以原谅你 还借钱给你呢 怎么办呢 喂 庄太太 我是彩玲啊 我是 这一听到我名字就挂电话 好 你们这些视力演的家伙 你们给我记住 别等我有一天翻身了 我看你们到时候用什么眼光看我 妈 你妈谁呢 怎么气呼呼的 我 妈 到底怎么回事啊 没事 谁呀 爱梅 爱梅 别开门 别开 你们是谁呀 怎么可以随便闯进来 不试进来 我们是谁 插心里应该很清楚 妈 月儿太太 怎么着 你以为躲在家里 就可以不用还钱了 对不起 这七天之内 我实在筹不出这么多钱来 麻烦你跟上面说一声 可不可以多宽限几天 我一筹到钱 我一定亲自奉上 拜托各位了 各位爷们 要说你自己说钱 我们是奉命来拿钱 那就得拿到钱 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讲不出口吗 我听你讲 你母亲在赌场 欠下了一万多块大洋 约好了今天还债 我们是来收债的 什么 你欠了一万多块钱 你什么时候去赌场的 我们现在连生活都有困难 你怎么还干这种事情 你怎么可以这么糊涂啊 我也不知道 我是奶根筋不对了 就稀里糊涂的犯了错 我也好后悔嘛 后悔 你以为后悔有用吗 我们上哪去筹这么多钱啊 又是他们逼得急了 就拿我的命去赔 你们母亲俩就不用在这唱苦肉鸡了吧 这种戏码 我们哥几个见得多了 你想拿命来赔 我们还不答应呢 你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了 还值不值这个价钱 我告诉你们 不要欺人太甚啊 小心坏事做太多了 会有报应的 哟 这小姑娘长得倒挺标致的啊 要不这样 就让她来抵你的现款 我们老大一定会很高兴的 把她带走 走 不要不要 不要 走 我求求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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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我求求你们了 你不要求求你们了 你放开 小鸭 长得挺娇嫩的 长起话来凶巴巴的 不要碰我 我警告你 别以为我们现在没人 我们毕竟是大壶人家 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毫毛 我让你吃不了动的走 不信你可以试试看啊 不拿你底债也可以 不过我问你 这笔债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还 三天 三天以后 我把这笔钱还给你 好 三天就三天 如果超过三天 你就得乖乖的听我们的 走 走 艾梅 艾梅 你答应他们三天还钱 你瞅得出来吗 你以为我愿意啊 要不是为了你 我会这么说吗 苦苦苦 你这只知道苦 你以为苦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你上哪去艾梅 艾梅 三天 短暖三天 这么大笔钱 我要上哪儿筹去 真是无楼偏逢连夜雨 雪上加霜 妈 你也太糊涂了 怎么会捅出这种娄子 想当初瑜伽盒等风光 钱算什么 想不到我们也有今天 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走投无目了 姑娘 你 一万多块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就是啊 我也不知道我妈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赌场那帮人可不是好惹的 你扯不到钱 三天之后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看来只能拿我这条命去跟他们换了 别难过 一定可以想出办法的 小姐 你不知道 现在我家已经家到中落 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这眼下 倒是有个办法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但就是怕你 什么办法 你快说啊 我可以先帮你把这笔钱垫上 不过 我是有条件的 条件 不 不可能 我是绝对不会去做无女的 可是 你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医护那帮人 这 我 这样好了 你好好考虑考虑 等你想清楚了 就来找我 我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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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你可要常来啊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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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 走 快点啊 来 你快点啊 快点啊 把她弄走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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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弄我你啊 放弄我你啊 我求求你们了 求求你们了 我求求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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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做五班只要截身自爱 不是不可以 就看你自己怎么做 老板 结账 谢谢啊 谢谢 慢走啊 慢走啊 来 我来 行了 我来吧 你忙了大半天了 好不容易有时间有个空的 赶紧洗把脸 看看你这汗呢 都流成河了 行了 我进去洗把脸 给我来碗大谷面 您稍等啊 我马上就来 好 好 你是郡超的女朋友吧 您是 我姓陈 是郡超的老邻居了 陈姨 啊 郡超跟我提起过您的 你 姓于 嗯 是啊 我来 你 你 你 我 锦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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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吗 锦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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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陈姨就是我的锦衣 她是我亲妈的师姐 这也太巧了吧 陈姨 那你妹妹呢 她现在还好吧 我要不要把客人的事情告诉他们 客人一直不愿意见暗雪 怕会影响她 陈姨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我有事 我先走了 锦衣 俊称 帮我做碗大骨面 锦衣 我们好不容易再见面 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跟你说 我也有很多话要问你 你别急着走啊 明天吧 找个时间我们好好聊一聊 锦衣还有事 不要紧 你不要走好不好啊 都这么大姑娘了 怎么还像个孩子呀 俗话说了 没结婚的都是小孩子 我怎么听说你嫁人了 说来话长 我以后再跟你解释吧 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没有想到会和你重逢 让我更高兴的是 你居然是郡超的女朋友 老天爷真是太善待我们了 真的是太善待我们了 陈爷 从今天起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我和艾萱 都会好好照顾你的 吃饱了 我跟你说件事 我见到许儿 我见到许儿了 我见到许儿了 还有一件让我开心的事 你一定做梦也想不到 郡超的女朋友 就是许儿 太巧了 郡超 女朋友 你看我高兴的 我应该告诉你 许儿没有嫁人 这是个误会 她现在和郡超在一起 你高兴吗 高兴 许儿小的时候啊 就是个美人胚子 现在长大了 模样很像你年轻的时候 漂亮 水灵 人见人爱 你要是见到她 一定会很欣慰的 可人 对不起 刚刚郡超问起你 我没说 我担心 她会带许儿来看你 到时候 我们隐姓埋名 苦熬了十几年 这全都白费了呀 带我去见她 带我去见她 可人 你醒了吗 你想通了吗 此话当真 呢 莫要当真 磨要当真 啊 哎呀 哎呀 啊 哎呀 哎呀 这么晚了 还不回来 跑哪儿去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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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搞什么呀你 脸画得跟花蛋一样 搞得三个半夜才回来 我做了巫女 什么 你不用怀疑你的耳朵 你没有听错 你 你干嘛要这么糟蹋自己啊 你疯了你 你疯了你疯了你啊 你烦不烦哪 你把我的脸抓伤了 我明天还怎么上班啊 你为什么要去当巫女 那是个没有尊严的地方 当年我就是因为 不想再过那种日子 我才会嫁给你爹做二房 我用尽心思来再陪你 就是希望你能嫁个好人家 过上好日子 没想到你居然自甘堕落 你想气死我呀 你以为我想这样啊 我要是有大小姐可以继续做 我还用得着 让别人来糟蹋自己吗 你也不想想 你欠了人家一屁股债 你是打算让别人砍了 还是把我卖到妓院里去啊 你说我该怎么办 要不是看待你生我一场的份上 我才懒得理你这件事情呢 我现在既然可以养活你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只是我也没有想到 是做这种没本的生意 爱梅 是妈的错 妈对不起你 一定还有其他的办法的 咱们别做舞女 咱们想想其他的办法好不好 爱梅 要是有其他办法 我还用得着让人搂搂抱抱 来作践自己吗 妈 我只求你以后别再堵了好吗 我的人生 我的青春 我的尊严 只能拿来让你慢一次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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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儿 看这儿啊 看镜头啊 准备拍照 来 一 二 三 OK 听着 照片要在国际研讨会开会之前洗印出来 我们要让各国的谈判代表都知道 大发面坟场和各行企业 在我们皇军的管理下都很好 是 我说的对不对啊 是 大佐说的是 皇军的好朋友 大佐 于太太好啊 这三天期限到了 钱你们准备好了吗 拿去 滚吧 这么快就准备好钱了 我给的叔叔啊 钱都还给你们了 你们还想怎么样 你们这些痴人不吐骨头的家伙 小心 你们拿了这个钱 我要报应的 好了好了 不气不气了啊 钱还了 咱们以后不去上班了啊 那些钱都是从舞厅里面借出来的 我不去上班 快你去嘛 少爷 老夫人呢 他找我什么事 不知道 他让我来听你过去 好 奶奶 我打你这个不长进的东西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奶奶 你干嘛打我 我干嘛打你 你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这是什么 什么 啊 啊 怎么 你 你先当卖国贼 还不够丢人呢 你居然还上了报 你要让全天下人都知道 我们瑜伽 除了你这个卖国贼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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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长进的东西 我打死你 你不长进的东西 我打 我打死你 你开幕时间越来越近了 店面的陈设和布置都弄得怎么样了 已经全部弄好了 现在 就等马来西亚那边的进货 然后 把货品摆上去 还好 那开幕主会的场地 都商界好了吗 已经商界好了 我和商界前辈请教过 选定在公共族界 方便各国人士出席 嗯 你办事的能力很强啊 就这么办 开幕后 上海珠宝店 就交给你去坐镇 每天 向我回报就可以了 谢谢总裁栽培 我会尽心尽力去做的 对了 我让你找一个本地人做我的助理 这事怎么样了 哦 本来想登报征求 但又怕来路不明 直到您回国投资 心怀不轨那就不好了 后来报仇老板建议 不如通过介绍 知根知底比较放心 我一想也有道理 事情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小心一点是对的 不过 这个人不但要懂得实业 还要对目前的局势 和上海的金融圈通盘了解 是 哎 菲菲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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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 是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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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跟你是自己人呢 没事找我帮你翻本 害我输了一屁股 差点让人砍了 你还敢跟我借钱 没有 我听说 你把赌场的账都还清了 想必是有钱了 别装了 你还好意思提 你知道那笔债是怎么还的吗 是艾梅当母女换来的 凭艾梅那小脸蛋 将来一定会大红大紫的 你将来吃穿不用愁 我这当表舅的多少也得沾点光啊 你少放屁股 我已经够对不起艾梅了 不准你再动她脑筋啊 因为红牌回来了 你这个人家怎么又受伤 我给你艾梅了 艾梅 你走了 好了好了艾梅 你怎么可以赶你表舅呢 你干嘛 她才不是我表舅呢 妈你知道吗 她干了什么好事 你之所以欠了一屁股债 都是她和赌场联合起来骗你的 艾梅说的都是真的 翟玲 冤枉啊 你说我能干这事吗 那个艾梅 你可不能胡说八道啊 你还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我亲耳听见的 我们要不要叫人过来对峙啊 我 我没做就是没做 跟谁对峙我也不怕 艾梅 你得相信我啊 我 我能做这事吗 她一定是有人重杀我啊 你敢发誓 我发誓 我拿你一毛钱 我不能好好死 行了吧 你 你别以为你这么说 你就都没事了 为了还战 我被迫做了吴女 受尽了一切委屈 这那张我一定要跟你算 你等着 她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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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我需要你给逼峰的 这疯了 是你胡干 好了 她走了 算了 艾梅 算了 算了 妈 怎么到了这个时候还护着她 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和她在一起 我就和你脱离母女关系 我没办法 我是怕做得太绝 她会去找你哥 万一他们父子起了冲突 闹出事情了 该怎么办 老板 阿盛个水饺 一碗酸梅汤 来了 瓢石 吓一跳吧 你小子怎么来了 谁啊 来来来 赶紧坐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是干什么的呀 两下子就被我查出来了 来 喝茶 谢谢 来喝茶 你们俩聊吧 我去煮个水饺 不用了 我刚刚是故意逗你们的 我已经吃过了 今天我是有任务来的 什么任务 有一个刚刚从海外回国的华侨 想在上海投资设厂 想请个助理 最好啊 是本地人 年轻有能力 人品好 主编一听啊 就想起你了 说正想帮帮你呢 怎么样 敢不敢去试试 听着倒是不错 可是我行吗 有什么不行的 助理不就是打打杂 跑跑腿什么的 也是 这也算是种新的尝试吧 爱雪 你觉得我能去吗 多好的机会啊 还犹豫什么 当然去了 是吧 那好吧 就谢谢你和主编了 客气什么呀 你小子 朴石 真的谢谢你啊 甭客气 我有事先走了 再见 回头见啊 复旦大学毕业 在新报当过记者 是的 你是新报介绍来的 我想他们能介绍你来 一定是帮我先了解过了 所以其他的我也不多问了 来 坐起来 我们聊聊天 好的 你对这个新闻有什么看法 我不知道它是真心臣服于日本 还是迫于无奈 如果他是前者的话 我以他为耻 居然帮着敌国对付自己的同胞 还算中国人吗 他应该遭到全民的唾弃 我是商人 人家都说商人无祖国 商人唯利是图 你在我面前发表这样的言论 就不怕我的立场和你不一样 耳不录用你 如果您是这样的商人的话 即便您录用我 我也不干 你的爱国意识很强烈 很好 世俊超 你被录用了 我 我真的被录用了 明天就可以来上班 谢谢您的赏识 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快回去准备准备吧 好的 对了 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您 什么事 我坐过牢 而且刚刚出狱 您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既然您录用我 我有义务跟你说这些 而且如果我现在不说的话 早晚有一天您也会知道的 与其这样的话 我还不如自己先说 不过我可以向您保证 我是被冤枉的 我相信 你一定是被冤枉的 要不然报社的主编 也不会把你推荐给我 快回去准备准备 好的 再见 录取了 太好了 郡超 我就知道你有这个能力的 我没想到 程先生是这么开明大度 我们真是一见如故 相谈甚欢 爱逊 被人赏识的感觉 真的是太好了 郡超 你这匹千里马 终于找到伯乐了 放心吧 我会好好把握机会 好好表现 努力积累自己的实力 程先生在国外待过 见多识广的 你跟在他身边啊 肯定能学到不少东西的 爱逊 我去上班了 面馆只剩你一个人 你忙得过来吗 你不用管我 我先试一段时间 不行再说吧 那就只能委屈你了 一点都不委屈 你好 我就跟着好 郡超 我真替你感到高兴 你终于不用聚聚在这个小面馆里了 我要工作 我来找你 我来找我 你哪有 我来找你 你那边的 我是来找你 我来找我 你不知道 如果有人敲门 千万不能开 锦衣 你在吗 艾雪 你怎么来了 锦衣 我刚看见你从面馆经过 我以为你在家呢 你怎么在外面啊